欢迎回来 耕田翻土种植蔬菜 不再只是乡下居民干的活 如今就算是住在城市高楼的你我 也能够成为小小农夫 为了让家人吃上不含农药的蔬菜 来自以保的刘国辉 三年前就开始善用高楼大厦的天台空间 以水耕和空气耕的种植方式 来种出大量的有机蔬菜 马上去见识由他一手打造的绿色空间 一片绿色的菜谱当中传出潺潺的流水声 这里可不是什么高原地带的种植区 这个菜谱是长在万丈高楼上的 为了善用空间节省土地 城市里的高楼不断往上延伸 一栋比一栋高 这样的城市发展趋势 让曾在金融界打滚多年的刘国辉 萌生了新点子 将高楼的天台空间打造成空中菜园 利用水耕和空气耕的种植方式 种出大量的有机蔬菜 这里的蔬菜不含农药 可以现摘现吃 据说香甜又可口 别看空中菜园好像已经上了轨道 有点名气了 但是你可知道 刘国辉当初为了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是很吃苦很吃力 因为没有人相信 每一个人讲到水耕种 不香的不能够的 不能够长的不能够吃的 他们不健康的什么味道 没有味道的 但是由此可见 你可以看得到有机种的 有机种出来的 所以他们每一个叶子都很大 很轻 而且味道也是很浓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但但是肥料就让它伤透了脑筋 因为市面上很难找到有机肥 所以他自己动手研究 试过用鸡粪和鱼菜共生的方式耕种 但是却因为味道太重 鱼群问题多而放弃 直到后来终于发现 植物腐植之后形成的肥料最好 毫不吝啬跟别人分享 种植心得的刘国辉 也教导一些顾客 如何在家自行耕种蔬菜 吃上新鲜又安全的蔬菜 有了这片空中菜园 刘国辉说他过得比以前更开心 甚至会对一株株的小菜唱唱歌呢 每一天就是说给他说 拿那些我们的那个有机肥的水 给他喷在页面上 他就很高兴 对他们讲话 讲好话唱歌这样子 输送心情 所以这个不但只是能够看 能够听它的水声 能够修它的味道 菜的味道非常香的 再加上你能够吃它 所以差不多四合一的 五合一 输送心情 每一天看着他长大的时候 那个心情实在很高兴 听菜园主人这么一说 空中菜园这个概念还真不错 不但能够让你动动筋骨 享受田园生活 更重要的是 能够安心吃上一口 既新鲜又健康的芹菜 现在就到天台上 腾出小小的一个空间 翻中播种吧 NTP7 槟城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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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